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志强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在医院陪护林老师 我有一天晚上查房 看到你为林老师噎被子 你的目光完全没有办法对焦 一看就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 但是你却像被吓到了指令一样 照顾家人都记在了心里 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 这个家庭我很羡慕 这个姑娘一定是一个好姑娘 那时候你天天跟林老师斗嘴 对我也非常地不客气 但是这样的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在冰冷的病区里发光发热 我真的很难不关注到你 我记得那段时间小杜天天说我 看见你就笑 我觉得我笑起来的样子一定很傻 但我宁愿一直这样傻笑下去 我也想天天都看到你 再到后来 你为了我破了相 我那时候可着急了 我就在想 怎么办呢 只能以声相许了呗 只能以声相许了呗 可是后来我发现 你比我想这么多 你又这么地不开窍 我那个时候真的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很奇怪的是 你跟我想象中的女朋友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可是只要能够想到 能跟你一直走下去 就充满了期待 在医院里 因为生病 一个家 夫妻俩 散掉得特别多 谢谢啊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会招人嫉妒吗 因为他知道 你的妈妈一辈子都不会抛弃她 那种理所当然 会觉得身边有一个人一直陪着她 照顾她的满足感 我真的真的特别特别地羡慕 不是有句话说吗 年轻人常常把轰轰烈烈的爱情挂在嘴边 却抵不过公园里白发苍苍的父母 一个简单的并肩而行 我觉得说的就是林老师和李阿姨 工作 孩子 健康 方方面面的问题 我不敢保证以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一帆风顺 但是我敢保证 无论好坏 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陪着你 要让你像林老师一样密直气壮 理所当然 林志向 你愿意嫁给我吗 天 哪个破拉伙想骗我一辈子啊 这不情况紧急吗 还没买到戒指 我之后补给你一个 嫁给我好吗 我不愿意 他会把我 《继续》 我看你我好吗 很可속的 也不思计 我看你过去变一段一段一段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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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太滋了